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陈的书桌 半个小时前,我还是在酒吧充当气氛组,讨生活的精神小妹儿 半个小时后,我成了本市富豪排行榜第一的宋锦胜,被抱错的针千金 为包厢里,板板正正坐着四个人,一个田径漂亮像公主一样的女孩,被她们围在中心 雍容华贵的女人,泪眼朦胧,强忍着哽咽,小心翼翼地问 你是许丝丝,今年十七岁,家住衡水村市吗? 我呸掉嘴里的口香糖,昂肃木寂静的包厢里响起一声鸭子叫 今晚喊得太卖力,嗓子哑了,得让总监加钱 女人再也绷不住情绪,猛地把我搂进怀里,放声大哭起来 我可怜的女儿受苦了,我是妈妈,你的亲生妈妈,我再也不会把你弄丢了 我有些慌神,一脸迷茫地往她身后看去 稳重成熟的男人摘下眼镜,按了按眼角 我攥紧拳头,任女人抱着哭 一个年轻男人走过来,扶起女人,从上到下打量我一番 眼中露出不喜之色,但还是把我们拉到沙发上坐着 并告诉我她是我的亲哥哥宋兰池 无疑,另外一个男人就是我的富豪老爸了 被他们重心拱跃围在中心的女孩 看着我过来,身子向后挪了一大步,捂住口鼻 我眯起眼,微微皱眉 我那富豪老爸,急忙低声细语向他询问着什么 刚才还悲伤痛哭的女人松开我的手 转身心疼地搂着那个女孩 对我说,宁悦对酒精过敏 思思,你是不是喝酒了 我摇摇头,可能是身上沾染了点酒气 我的亲亲哥哥立马把我提起来 跟感瘟疫一般把我往门口赶 许思思,你还是个学生 以后不准穿得像个坐台小姐 更不能沾染酒气,会害了宁悦 我拍开她的手,盯着宋宁悦,沙哑着嗓子问 所以,她就是替我享受了 十七年荣华富贵的假公主了 宋家人文言句是一愣 表情由惊恶转为愧疚 宋宁悦更是低垂着眼睛,一声不吭 我富豪老爸立马解释道 这跟宁悦没有关系 要怪只能怪你的养母 也就是当年富幼保健院的护工 驴心狗肺,心思恶毒 趁我们不注意 偷偷把家境优越的你跟宁悦换了 听到富豪老爸这么贬低自己的生母 宋宁悦咬着嘴唇羞红了脸 抽抽耶耶留下两行青泪 爸! 宋兰池对他使了个眼色 富豪老爸意识到失言 立马闭了嘴 宋宁悦双手搅在一起 橘促地抬起脸 眼眶蓄满泪水 小心翼翼地问 爸爸妈妈 你们找到了姐姐 还会要我吗? 我亲妈心疼地搂着她 像红小孩一样温柔 说什么傻话呢 宁悦这么乖 你永远是爸爸妈妈贴心的小棉袄 也是哥哥最疼爱的小跟班 宋兰池揉揉她的脑袋附和道 宋宁悦擦了两把泪 窝在我亲妈怀里 笑弯了眼 还真是其乐融融的一家人 倒是我一直都这么多鱼 不过这么多年都过来了 我也无所谓 宋宁悦挑起眼尾 视线正好落在我身上 得意又带着点挑衅 喝 有意思了 跟她亲妈的眼神是一模一样 他们今晚就要带我回家 一直守在门口吃瓜的总监凑过来 递给我一瓶水 我递金大腿啊 首富是你爸啊 不过你怎么看着不太高兴的样子 我猛灌几大口水 润润快要干涸的嗓子 答非所问 哎 总监 今天的工钱结一下呗 总监眼睛瞪得像同龄 你都是首富家的千金了 还在乎这撒瓜俩早 我摊平手掌 咧嘴冲她微微一笑 我应得的为什么不要 我准备去趟更衣室 宋兰池直接把我拽上了保姆车 这身辣妹装可是跟DJ小姐姐借的 说好今晚就还的 算了 嗓子疼 不想沸口舌解释了 亲爸亲妈亲哥像保护即将灭绝物种一样 围着宋宁月坐在离我最远的位置 我只看了一眼便扭过头看向窗外 十分地冷傲霸气 亲妈尴尬地微笑 宽慰道 思思 你妹妹对酒精过敏 从她出生我们家就没沾过一滴酒 你不要介意啊 我清了清喉咙 漫不经心道 温室的花朵就是娇贵啊 不像我 跟个野孩子一样 哪怕断了腿都没人管 我能活到现在除了命硬 就是运气好 碰到王奶奶这么善良的人 运气好吗 被有钱的家人找到 还不好吗 啊 真踏马操蛋的人生 我无奈苦笑一声 所有人都沉默了 被重点看护的宋宁月却开了口 声音乌液 思思解 对不起 都是我害得你这么苦 我 乌 怎么又哭上了 她脸上那两只黑洞洞是全眼吗 我一把薅掉粉嘟嘟的假发 使劲揉了两把齐尔短发 不耐烦道 拜托 你别哭得好像死了亲妈一样好吗 不知道的 还得以为受苦受难的是你呢 流两滴鳄鱼的眼泪 就可以偿还你亲妈十七年的罪业了 想说对不起就拿出点诚意来 我不说多 你去跟你亲妈住一年好不好 住一年我立马原谅你 宋宁月立马憋住了哭声 身体不住颤抖 抓着我爸妈的手死命摇头 富豪老爸无奈地捏着眉心 我亲妈拍着宋宁月的后背安抚 半晌才开口道 思思 我们亏欠你的会倾尽所有来弥补 但你被抱错的事跟宁月无关 希望你不要把怒火发泄在她身上 宁月性子软 心性单纯善良 她跟你道歉绝对是诚心诚意的 你能不能看在爸爸妈妈的面子上 不跟她生气 她会是一个好妹妹的 我瞪大眼睛 是我要跟她生气的吗 她表里表气地上赶着找骂好不好 一直看我不大顺眼的亲哥 深吸两口气 暗面从上车就在摆弄的手机 抬头认真看着我 思思 注意你的措辞 你能回归家庭 我们大家都很高兴 我们一家能其乐融融 我相信你回来了也可以 从现在开始 你就不要再针对宁月了好吗 还有 夜店酒吧这种乱七八糟的地方 你以后就不要再去了 爸妈都是有身份的人 你现在是送家千金 要做符合你身份的事 就像宁月这样 学学画画弹弹钢琴 经常参加一些成功人士的聚会 对你的未来大有必义 宁月各方面成绩都很优秀 以后你有不懂的地方 都可以请教她 我的亲生爸妈边听边点着头 笑着看向宋宁月 好像她就是宋家的骄傲 而宋家骄傲被夸两句 就忘记了刚才的不痛快 睁着一双天真无辜的大眼睛 大言不惭地对我说教 姐姐 哥哥说这些都是为了你好 酒吧里面乌烟瘴气的 根本就不是正经人去的地方 你要想听音乐 我可以弹钢琴给你听啊 酒吧的音乐又嘈杂又低俗 会拉低你的档次 表面上言辞懇切 用心良苦为我好 暗地里割那埋态 我不是正经人 还低俗呢 你不会真的以为 我是去听音乐蹦迪的吧 果真是公主 不知人间苦啊 我把刚领的工资 一百三十块钱 拍在沙发座椅扶手上 但凡你亲妈对我仁慈一点 我一个未成年的小姑娘 也不会深更半夜来 这种地方打工 说完我又把钱捞起来揣兜里 吃笑道 这可是我一个星期的生活费 不藏好 还要被那疯女人抢了去 宋宁月脸色清白 再也没有高高在上的姿态 所有人都沉默了 我不屑地勾了勾唇脚 好像就你们长了嘴似的 生活的亏我可以吃 平白给我的羞辱 必须还回去 特别是揪占雀巢 不自知的白莲花 宋家不愧是首富 住着跟皇宫一样的 四层大别墅 不过对我而言 也就是一个能睡觉的地方 保姆提前帮我收拾了房间 实在太困了 洗漱完倒头就睡 我一觉睡到了大天亮 完了 上学要迟到了 我换上校服 拽起书包 大力推开门往外狂奔 两步就从二楼楼梯潇洒跳下 吓得保姆直溜地打了个挺 思思来吃早餐了 我猛杀住脚 摆了一个古希腊 至铁饼者雕像的姿势 餐厅里一家人 整整齐齐看向我 神情说不出的 一言难尽吧 哦 我站直身子 精神顿时萎靡 晃晃悠悠走过去 四四方方的桌子 他们一人站一边 保姆急忙搬来一把凳子 却不知道该放哪里 宋宁月董事又有礼貌地说 阿姨 就放我和妈妈之间吧 我亲妈赞赏地看了她一眼 富豪老爸和宋兰池 也心为地点点头 宋宁月又帮我摆好餐盘 里面是我从来没吃过的西式早餐 姐姐 这些都是妈妈亲手为你做的 多吃点 平时都吃不到这些东西吧 我往椅子靠背上一摊 举手 阿姨 帮我拿双筷子 谢谢 然后转向宋宁月 是啊 你亲妈成天香在牌桌上 对我非打极骂 我要过饭 喂过猪 吃百家饭长大 没饿死 都是我命大 宋宁月咬着嘴唇 看我的眼神怨毒 我发现 只要我提宋宁月亲妈 她闭嘴闭得可快了 小鸭 阴阳我 看我不隔应死你 倒是在我亲妈眼中 看到一丝心疼 她拿出一张银行卡 和一台新手机 思思 这卡里有十万块钱 是你这个月的零花钱 手机里存了我们一家人的电话 方便联系 我点点头 把卡和手机装进书包 富豪老爸接着开会式的 讲了三件事 统共就是 改名 转校 办宴会 庆祝我回家 他们给我的新名字 宋宁函 希望我以后的日子 安宁和顺 心思豁达 包含他人 其他我同意 但我不同意转校 马上要高考了 转校对我影响很大 姐姐是怕转到贵族学校学习 跟不上吗 没关系 我是年级第一 会帮姐姐补课的 我抓紧时间吃饭 没理会他 新家离学校太远 我没时间浪费在他身上 但他的好意 我记下了 他们安排专人司机 接送我上下学 不知道我是首富女儿的消息 是谁传到学校的 同学们看我的眼神 都在冒星星 思思你真太幸运了 不仅成绩好 还有这么有钱的爸爸妈妈 思思 苟富贵物相望 快 作业拿来我抄下 思思 你是不是要离开这里 以后我们都见不到你了 我无可奈何地 把一个个小脑袋弹开 放心 高考前我都在这里 要离开 也是因为去上大学 那个家 并没有我期待得那么好 上课领响了 今天是第二次省联考 我必须比以前 更加全力以赴 这是我溃败的生活中 最值得自豪的时刻到了 放学后 司机送我回了一趟老家 远远等着 屋里传来 噼里啪啦 麻将碰撞声 夹杂着男男女女 骂骂咧咽吆喝声 从窗台缝隙 看到许琴叼着烟 肥烁松垮的脸上 布满阴云 吊三角眼目不转睛 盯着桌面 吞云吐雾的同时 熟练地摸牌 然后狠狠砸在桌上 嘴里骂了一句娘 吐没星子横飞 让人作呕 我转身去了隔壁王奶奶家 王奶奶年轻手寡 没有再婚 没有儿女 待我就像亲孙女一样 小时候 许琴不给我吃饭 是王奶奶 从本就拮据的生活中 省下大半碗饭给我 我固执地不肯接受 她就让我帮她喂猪来换 喂一次猪 能换大半碗白米饭 这是我童年时期 最快乐的事情 后来王奶奶带着我捡破烂 收废品 告诉我哪个废品占一斤 能多卖两分钱 许琴打牌输了 就拿我撒气 下手又重又狠 十二岁那年 我跟踪她去了市区 被她发现 手臂粗的棍子 硬生生把我腿打断 然后扬长而去 继续打麻将 是王奶奶 带上她捡破烂船的 所有积蓄 背着我走了十里路 到卫生所帮我治腿 虽然腿治好了 却留了一道 又长又丑的伤疤 但我无所谓 残破的身躯 多这一条疤不算多 我想就这样跟着王奶奶过一辈子 也是一种幸福 可王奶奶前段时间生了病 需要很多钱 我看着零星的存款不甘心 愤愤不平 所以我跟一个混社会的大哥交易 向宋家放出我是他们被抱错女儿的消息 宋家不管要不要接受我 都会为了面子给她不小的好处 果然宋家千金一个月的零花钱 就能解决我的燃眉之急 我不顾王奶奶的反对 一把抱起古兽如柴的她走向司机 我把王奶奶带到医院 又让护士帮我联系了一个护工 才回到宋家别墅 庆祝我回家的盛大晚宴 在周末举行 除了宋家的亲戚朋友 本是几乎所有有头有脸的大人物都来了 一时间别墅灯火通明 好不热闹 宋宁月穿了一套纯白的高定公主裙 与一群同龄伙伴交谈甚欢 而我选了一套黑色长裙 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 当亲妈带着我从旋转楼梯下来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 惯会人情世故的大人物们都纷纷赞美我的美貌 同亲妈如出一辙 不愧是亲生的 亲生的三个字狠狠刺痛了宋宁月 让她失去安全感 以往这些奉承可都是属于她的 她眼神冰冷 看我像是看着 马上要夺走她所有光环的敌人 我视线与她在空中交锋 不避不让 刚下楼梯 宋宁月就换了一副温顺乖巧的表情 带着她的伙伴们围了上来 她扶着我的手 有些卑微地跟我介绍那些富家子弟 她越是放低姿态 那些富家子弟看我的眼神越是厌恶 一个整容整地跟芭比娃娃似的女生 轻笑一声 宁月 这就是你那土包子姐姐啊 捂这么严实 她不怕捂出痿子吗 富家子们被她逗乐了 瞧着我哈哈大笑起来 宋宁月急忙善解人意地帮我解围 子萱 你别这么说我姐姐 她第一次参加这么隆重的宴会 哪懂那么多呀 哦 也是呢 听说她还喂过猪 你们说 她身上不会有猪粪味吧 所有人远离我一米 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我勾了勾唇脚 喂 那个什么绿轩红轩的 笑得前仰后翻的整容脸捂着嘴看着我 干嘛 你怎么这么没有礼貌 果然是从乡下来的土包子 我吃笑一声 你鼻子歪了 整容脸惊恐万壮 急忙用手按住鼻子摸了摸 又拿出镜子仔仔细细照了个遍 发现我在逗她时 恼羞成怒 要冲上来打人 我活动活动肩膀 左右晃下脑袋 把指关节捏得咔咔响 不慌不忙道 我可没说 你鼻子现在歪了 呆会歪也说不准呢 整容脸呆在那里 不敢动了 宋宁月又适时地出来替我说话 你们不要介意 我姐姐从小长在农村 也惯了的 就喜欢跟人动粗开玩笑 整容脸又挽着宋宁月胳膊 硬硬硬 还是宁月温柔又善良 成绩又好 这次省联考685分 又是年级第一 全省第27呢 不知道你那个姐姐 在野鸡高中排第几哦 哈哈哈哈 说完还不忘摆我一眼 我择了一声 排第几你查下不就知道了 省联考的名次都是公开的 附加字帝甲不屑道 我看了前一百名 再也没看到第二个姓宋的 估计榜单前五百都不会有她 宋宁月得意地抬起头 我姐姐虽然成绩不好 但我答应给她补课 你们就别取笑她了 我善意提醒 哦 我原名叫许思思 你再看看呢 现场静默了两秒 附加子弟已震惊到结巴 许思思 全省第 第第二 宋宁月的笑顿时将在脸上 不可置信地一把夺过手机 气息见急 眼睛不自觉瞪大 我心里吃笑 一群眼睛长到头顶的蠢货 好伴赏 宋宁月才平复心情 嘴角微微抽搐 哎呀 我这个姐姐藏得可真够深啊 哈哈哈哈 转头拿出一个礼盒 试图转移话题 笑盈盈地看着我 姐姐 这是我亲自给你挑选的礼物 你看看喜不喜欢 我想也不想就知道 这里面的礼物不便宜 而且铁钉是我用不上的 她唯一的用处就是在这种场合 羞辱我这个土包子 所以我没接 我知道宋宁月的软肋 也记得她上次的好意 所以我盯着那礼盒 礼貌地报答她 要不把这个礼物送给你亲妈吧 她换成钱 应该能在棋牌室住上七天七夜 宋宁月的脸突然涨红 眼泪跟着就要下来 姐姐 我一番好意 你为什么要这样遭见我 我挑挑眉 一番好意 亏她说得出口 我要什么爸爸妈妈自然会给我 你的好意应该是孝顺你的亲妈 毕竟她处心积虑 为你谋了这锦衣玉石 你可不要做白眼狼哦 左一句亲妈 右一句亲妈 宋宁月尴尬地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一个人高马大的男生 看宋宁月的眼神心疼不已 站起来 拎着我的衣领俯视我 你最好给宁月道歉 就算你是宋伯伯的女儿 我也不会客气 大块头 你这么着急替宋宁月出头 难道是你喜欢她 你喜欢她什么 泡茶功夫一流吗 要不要我去帮你们跟我爸爸妈妈说一声 让你们定个亲什么的 我现在说什么 他们都会答应 宋宁月目自欲裂 宋宁寒 你够了 你在胡言乱语什么 我怂怂间 就这智商 也想跟我斗 我一根根手指 掰开大块头 无所未到 你看 人家不同意 大块头羞愤难当 拽着我的衣袖推开我 力道之大 直接扯掉了中看不中用的高定长裙的衣袖 我向后猛退几步 撞倒一排酒桌 装满各种果汁饮料的水晶杯体 哗啦啦碎了一地 倒在中央的我裙摆湿透 我随手一挥 将拖地长裙 撕成小短裙 露出我精心遮挡的丑陋伤疤 除了脸和脖子 浑身上下找不到一块巴掌大的好肉 大厅内哗然一片 这 小小年纪 怎么有这么多这么恐怖的伤疤 我挑眉看向宋宁月 得逞地笑了笑 我亲妈最先没忍住 流着眼泪把我抱在怀里 我的女儿 你到底受了多少罪啊 呜呜呜呜 宋兰池眼底也流露出一丝错愕 富豪老爸眉头皱的 能夹死一只蚊子 我拍拍我亲妈的后背 把她交给宋兰池 本来我不想提的 既然都闹成这个局面了 我就趁着今天这个宴会 跟爸爸妈妈请求一件事 希望你们能起诉许琴 我这一身伤都是证据 而且 我能细数出每一道伤疤的来历 这一条 是许琴打牌书后 用烟灰缸砸的 这一大片 许琴放狗咬的 腿上这条缝了十八针 许琴用木棍打断了我的腿 还有这条 这些险贵们亲朋好友们 大多都听过我的故事 却不知道我的经历 看着我这一身触目惊心的伤 纷纷替我抱不平 眼神带刀 一把把扎向我身后的宋宁月 毫无人性 什么样的畜生 能对一个小孩子 下这么重的毒手 简直就是魔鬼 不配为人 必须让他受到法律制裁 我看不下去了 太惨了 也不知道这小姑娘 是怎么挺过来的 呜呜呜 富豪老爸面带愧疚 从人群中走出来 宁寒 不要再说了 我听话的闭了嘴 我也不想再提起那些难过的往事 每回忆一次 就像活被凌迟一次 这应该也是我最后一次提起吧 管家适时地送走聚会的客人 接下来就是关起门 商量处理办法了 结果令我意外的是 他们三人一致决定 不起诉许秦 富豪老爸率先开口 宁寒 我们会补偿你的委屈 只是起诉许秦的事 还是算了吧 我心凉了半截 转头看向我亲妈 您也是这个意思吗 我亲妈刚才哭红了眼 这会儿咬牙点点头 宁寒啊 不是不报时候 味道 许秦会为她做过的事付出代价的 你也不要再为难 我们和宁月了好吗 我泄气般坐在沙发上 苦笑 我 我能知道原因吗 三个人怜悯疼惜的目光 同时落在宋宁月身上 一直保持沉默的宋兰池 坐到我身边 语重心长地说 宁寒 如果我们起诉许秦 她肯定会坐牢 这会对宁月的未来 造成很糟糕的影响 宁月是我们看着长大的 她体贴孝顺又聪慧 我们实在不忍心看着她 因为那样一个畜生亲妈断送前程 我们以后也会加倍疼爱你 你能理解爸爸妈妈和哥哥的良苦用心吗 面对这样的道德绑架 我竟然无言以对 他们宠爱宋宁月 我没有伤心 他们数落我不着调 我没有伤心 而在我揭开我用命换来的满身伤疤 他们对施暴者不予追究责任时 我心灰意冷 我无力地站起来 轻哼一声 我明白了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一下你们 我跟人打过架 跟狗抢过时 我脾气不太好 所以你们看紧宋宁月 只要她不主动招惹我 我没那个闲心为难谁谁谁 至于许秦 我必须让她付出代价 你们不出手 那就我自己来 高考在即 我必须全力以赴 唯有靠自己 才能摆脱暗无天日的智固牢笼 我每天回别墅之前 都会去看看王奶奶 她做了手术 谢天谢地 很成功 护工把她照顾得很好 回到别墅除了吃饭 我大多数时间 都在自己房间里复习功课 又是一个周末 我亲爸亲妈和哥哥 受邀参加一场宴会 只有我和宋宁月在家 我学习到八点 有点口渴 下楼打了一杯水上来 就在我上楼准备回房间的时候 宋宁月拦住了我 宋宁喊 站住 自从上次宋家人站在她那边 表态不会追究许秦后 宋宁月在我面前 装都不想装了 不再哭哭啼啼 也不自卑自贱 而是用宋家大小节的口气 跟我说话 我白了她一眼 静止往屋里去 这时保姆阿姨从楼下路过 宋宁月立马换了一副嘴脸 姐姐 爸妈不在家 你跟我聊聊天可以吗 我在强硬地离开 被宋家人知道了 又该说我没教养了 而且我也很想知道 这大半个月过去了 她又逼出什么损招了 我冲楼梯下的阿姨 打了一个响舌 她抬头叫了一声大小接 二小姐 阿姨 麻烦你上来一下 阿姨上来靠墙 站在我和宋宁月中间 我微微一笑 阿姨 你给我做个见证 别一会儿有人资格 非要拽着我的手 把自己推到楼下 还污蔑是我推的 阿姨愣了 看着我俩满头问好 宋宁月就好像 那心思被戳破的小贼 脸上颜色变化分成 我吃笑 好了 想聊什么 请 宋宁月美好气地 瞪了一眼保姆 阿姨 你站远点看着 我要跟姐姐说几句悄悄话 阿姨看到我点头 才挪远了些 宋宁月露出得逞的笑容 姐姐 你想考什么学校 我好提前避雷 一定不跟你同校 不用担心 我上的学校 你还够不上 宋宁月沉下脸 语气冷傲 宋宁寒 成绩好有什么了不起的 还不是爹 不疼妈不爱 亏得你还是他们亲闺女 还不如我这个抱错的 活得潇洒自在 我成功被她激怒 咬牙瞪着她 宋宁月趁热打铁 宋宁寒 我再告诉你一件事 你不准告诉妈妈哦 看着我气得说不出话 她得意极了 其实爸爸早就知道你的存在 她就是不想去认回你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我咬牙切齿 你说什么 因为她知道你在那样的环境中生活 早已经烂到根了 就算接回来也养不好 还不如 直接放 气 一字一句都戳中我心肺 我怒不可遏 端起手中的杯子 泼了她一连水 她低头抬眼音笑 看得我心中一颤 我的好姐姐 你中计了 说完直接倒在地上 捂着脸在地上不停翻滚大叫 啊 啊 我的脸 救命 救命 姐姐 你为什么拿酒泼我 你明明知道 我对酒精过敏 叫救护车 叫救护车 而在此时 参加宴会的宋家人 一起进门 正好看到这一切 宋兰池立马三两步跑上来 抱起宋宁月 她手松开 满脸红色疹子 富豪爸爸赶来 呵斥保姆 发生了什么事 保姆不知道我们说了什么 只看到 我泼了宋宁月一连水 富豪爸爸夺过我的杯子 在鼻下一袖 立马瞪是我 杯子里为什么有酒 还不等我解释 她仰手结结实实 扇了我一巴掌 摔碎了杯子 也摔碎了我的心 我头偏向一边 舌尖尝到一丝血腥 她愤怒朝我大吼 你果然已经烂到根子里 我就不该把你接回来 我反应了两秒 原来宋宁月刚说的是真的 我亲妈哭得撕心裂肺 比那天看到我身上的伤 还要伤心 宋宁喊 你怎么这么狠心 我们教你的教养 你一点没学进去 就学会了许琴的狠毒吗 宋兰池恶狠狠瞪着我 恨不得弯我一刀 咬牙抱着宋宁月往医院去 刚才还吵吵闹闹的大别墅顺 肩寂静得吓人 原来是杯子被动了手脚啊 我看着这场闹剧落幕 收起愤怒 无声笑了笑 宋宁月说那些话刺激我 不就是想让我泼她吗 我成全她就是了 她一定觉得自己的计谋很完美 又赢回一局 甚至能把我踢出宋家吧 可她怎么知道 就一定是她设计的我 而不是我黄雀在后呢 我可是给他们准备了好大的惊喜呢 第二天 我照常上学 司机看我的眼神也带着怨气 宋宁月学习好 有教养 会虚心请教哥哥问题 这满足了哥哥被崇拜的虚荣心 也满足了父母心中对好孩子的期待 所以宋家人都喜欢她 包括管家保姆司机都喜欢她 若是她精心地伪装被拆穿 他们还会喜欢她 拥护她吗 真想看看那个场景 一定很有趣吧 晚上我照常去看王奶奶 甚至想留在医院过夜 那个家让我感到压抑 王奶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只知道我认回了有钱的爸妈 以后可以安安稳稳过日子 说到这 她都忍不住偷偷流泪 终于不用再吃苦了呀 私妞 奶奶为你高兴 我拉着她的手 轻声道 奶奶 等我考上了大学 我就带你一起离开这里 我给你养老 王奶奶高兴地合不拢嘴 一个劲推我回去 回到别墅 宋家人面色凝重地坐在客厅 应该是等我 富豪爸爸见我进来 沉声对管家说 上家法 管家恭恭敬敬 请出一条红褐色的短边 我有一瞬的震惊 宋兰池已经把我按跪在地上 富豪爸爸神情严肃 宋宁喊 你知不知错 我没错 你们不分清红皂白就要打我 跟许琴那畜生有什么区别 大 管家说了一声抱歉 一鞭子就抽在我背上 我咬牙闷哼一声 感觉后背要炸开一样 痛得钻心 几息后我稳住呼吸 挺起脊背 我没错 我打的是白开水 为什么有酒 你们得问宋宁月 我亲妈跪在我旁边 哭泣道 宁喊 你就跟你爸爸服个软吧 再去跟宁月赔个不是 这件事就过去了好不好 我没错 继续打 啪啪 我死死咬紧牙齿 没泻出一声 但还是撑不住火辣辣的疼 直接倒在了地上 重重喘息 喃喃喃喊 这就是你们说的 加倍疼爱我吗 富豪爸爸蹲在我眼前 满眼冷漠 什么时候想通了给宁月道歉 什么时候才能继续上学 好在宁月已经脱离危险 没有大碍 要不然我非打死你 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宋兰池也不愿再多看我一眼 跟着他霸进了楼上 宋宁月的房间 我亲妈把我扶起来 放在沙发上 吩咐保姆帮我擦药 抹着眼泪离开了 我本想等高考完 在线上给他们的惊喜 可显然 他们已经等不及了 我在沙发上坐了一宿 宋家人搀扶着宋宁月下楼吃早餐 使我余无误 我垂头丧气夺到餐桌边 跟富豪爸爸说 爸 我知道错了 富豪爸爸依然冷着脸 你应该向宁月道歉 我知道 我也想通了 既然要道歉 就该拿出诚意 我想以爸爸的名义 召开一次记者发布会 好好跟宁月妹妹道歉 赞扬她不计前嫌 宽容大度 同时也向大家表决心 以后跟妹妹跟大家和睦相处 我说得无比真诚 把自己都要感动了 富豪爸爸惊讶地看着我 半赏才点点头 宋家千金认祖归宗是大事 目前也只有上次参加宴会的人知道 理应召开记者发布会 向社会公开 此事对公司的名声也大有好处 我亲妈拉着我坐下 笑呵呵地说 这才是我的乖女儿 宋宁月挑衅地看了我一眼 露出得意地笑 在宋宁月的要求下 记者发布会 在她身体康复的第二天举行 此时据高考 也只有十天的时间 当天大大小小的记者 曾热度地网红 挤满了会议室 这次会议由宋兰池主持 我的亲爸亲妈坐在台下 笑容满面 宋宁月坐在台上 微笑着向记者招手 凹着各种姿势摆拍 我站在她旁边 脸上没有表情 眼睛直视会议室门口 直到我熟悉到颤抖的身影许琴 出现在我的视线里时 我才放心地探出一口长气 既然人已经到齐 我示意可以开始了 宋兰池的官腔打得不错 先介绍了我宋家大小姐的身份 轻描淡写讲述 我被抱错的经历 絮絮叨叨说了半个小时 才进入今天的主题 宋兰池把话筒递给我 去台下陪她爸妈坐着 我深吸一口气 迎着亲生爸妈息继的目光 开口道 各位记者朋友 各位来宾 大家尚无好 今天我站在这里 认祖归宗是小事 更重要的是 给替我享受 十七年锦衣玉石生活的妹妹道歉 大家都知道 我跟她出生的时候 被抱错了吧 台下众多摄像头 奇奇闪着光 对准我和宋宁月 为什么道歉呢 因为我明知我这位好妹妹 对酒精过敏 我还拿酒水泼她 导致她被紧急救治 差点一命呜呼 台下唏嘘声一片 我爸爸已经对我用过家法了 台下富豪爸爸脸色骤变 当然 他并不是不爱我 只是看不得这个顶替我的妹妹 受一点委屈 尴尬的寂静 哈哈 开个玩笑 现场再次热闹起来 我爸爸只是单纯地不爱我罢了 宋家人的脸色越来越沉 室内一片乌鸦头顶飞过 言归正传 我要开始今天的主题了 为了壮胆 请给我十秒钟 我在台下角落 拿出我提前准备的一瓶白酒 拧盖 上台 我喝口酒 壮壮胆 毕竟头一回干这事 咕噜咕噜 哈 宋家人各个脸色大变 我站在宋宁月身前 郑重地对她说 宋宁月 上次用兑水的酒 泼你是我不对 所以我跟你道歉 对不起 宋宁月高昂着头颅 一副接受弱者投诚的姿态 准备开口 但我没给她这个机会 打断她 所以这次 我准备了老白干 不惨一滴水 你试试 说完 不顾宋家人大声呵斥 一抬手 一整瓶老白干 从宋宁月头顶淋下 啊 会议是响起宋宁月的尖叫 快叫救护车 快叫救护车 富豪老爸 不顾体统地大声叫嚷 被宋家人一带节奏 所有人乱成一片 我看着他们鸡飞狗跳 哈哈大笑 话筒里传来我冷静的声音 爸 你被许琴骗了 你看 你的宝贝女儿不是好好的吗 宋宁月被吓愣在座位上一动不动 该来的过敏反应迟迟也没来 宋家人也看着宋宁月发呆 他们相互对视时间之长 好像时间都暂停了 我怕他们听不懂 又解释道 宋宁月根本不会酒精过敏 上次所谓的我泼她酒 导致她差点死掉的事情 完全是她自导自演 陷害我的把戏啊 在宋宁月自身就是活生生的证据下 她百口莫辩 台下一片哗然 没想到她小小年纪竟然这么歹毒 为了陷害别人 不惜将自己陷入危险之中 太可怕了 这样的人进入社会 不就是一颗随时爆炸的毒瘤吗 还以为宋家家风多好呢 竟然养出这种黑心玩意儿 面对众多指责 宋家人脸面全无 这大概是他们最丢脸的一次吧 宋宁月脸色苍白如纸 面对众人鄙夷的眼神 嘲讽的话语 无地自容 哗啦啦流着眼泪 气不成声 宋兰池艰难地质问 宁月 真的是你在陷害你宁寒吗 为什么 富豪老爸不死心地冲上来 抓着宋宁月的肩膀 拼命地摇 你怎么没过敏 你为什么不过敏 看着他们丑态百出 我只觉恶心 那是许琴利用你的同情心 骗你选择抚养宋宁月 而编造的借口罢了 弱者才需要更多爱护 不是吗 爸爸 富豪老爸的视线 在我和宋宁月之间徘徊 忽然石心风一般大吼 骗子 骗子 都是骗子 宋宁月浑身颤抖 小声哭泣着 不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我的亲妈终于觉察到不对 惶恐的眼神看着我 宁寒 你什么意思 宋锦盛 你后来又见过许琴是不是 啊 你说话呀 我开始有点同情我的亲妈 我的亲妈妈呀 宋宁月本来就是爸爸和许琴的女儿呀 是吧 许琴 随着我的视线 所有人纷纷扭头看向门口的许琴 她面容衰败浮肿 眼神阴遮 你陷害我女儿 我打死你这个小杂种 许琴咬牙切齿说着 顺手带起一张椅子 朝我冲过来 呵 她还以为这是在她家 可以称王称霸呢 还没等她靠近我 保安已经将她制服 小贱人 是你故意把我引来的 是你害了宁月 你不得好死你 所有人都被这炸裂的消息震惊了 短暂愣神 纷纷将摄像机 对准富豪老爸和许琴 请他们对此事说两句 一向稳重的富豪老爸 今日连连失态 他暴躁地推丧记者 叫嚣着让人家滚 雍容华贵的亲妈 也抛开体面 疯了一样 锤打撕扯富豪老爸 宋兰池一改往日 身是模样 一把将宋宁月 狠狠摔倒在地 场面闹得不可开交 真情错付的滋味 被欺骗戏耍的滋味 愧疚悔恨的滋味 都不好受吧 我平等地鄙视他们每一个人 见两位当事人 问不出个所以然来 记者矛头纷纷指向我 于是 趁着他们打得不可开交 我给记者朋友们 讲了一个故事 从我记事起 许琴每年都会去市里一趟 而且每次回来 就会毒打我一顿 还不准我叫他妈妈 以前我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我懂了 他一定是看到自己的女儿 宋宁月 跟我亲妈亲近 他嫉妒了 恨了 十二岁那年 我跟踪他来到市里 看他拉着一个小女孩 笑得温柔慈爱 我才知道 他并不是一直那么凶狠 只是对我凶狠罢了 他身边还站着一个男人 是年轻时的富豪爸爸 许琴告诉他 他把我养得很好 没啥好担心的 男人也就没再过问 但在回来的路上 我被许琴发现了 他把我拎回家 打断了我的腿 再后来 他就没去过市里 他不用工作 天天打牌 我想是那个男人给了他钱 他说把我照顾得很好 实际上从来没给过我一分钱 我年幼的心灵 有了一丝怀疑 这个女人可能不是我妈妈 那个男人也许是我爸爸 我努力捡破烂 收废品 端盘子 洗碗 攒够了钱 偷偷做了亲子鉴定 拿到结果的那一刻 我开心地想要起飞 许琴 她真的不是我妈妈 妈妈是不会虐待自己的孩子的 至于许琴 为什么会怀上我爸的孩子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了 我满不在乎地讲完我的经历 一抬头 却见几个记者在抹眼泪 各大新闻 网络短视频争相报道 首付宋家的狗血恩怨情仇事 宋家一夜之间臭名昭著 爸妈离了婚 成了陌路人 因为富豪老爸的作风 影响了公司名誉 更严重损害了公司利益 几个股东联手把富豪老爸踢出局 他的资产全部填充了公司的亏损 自此 富豪老爸一无所有 贫穷老爸性情大变 十分狂躁 带着宋宁月离开别墅时 动不动就对他拳脚相向 骂他扫把星 许琴被我亲妈告上法庭 估计这辈子都摸不着麻将了 那比杀了他还难受 后来我成功考取了我理想的大学 宋宁月连高考都没参加 我搬出别墅 带着王奶奶找了一处僻静的小区住下来 开学前 我亲妈和亲哥找到我 几次跟我道歉 邀请我回家 都被我拒绝 破碎的水晶碑不可能复原 破碎的心也一样 亲妈泪流不止 知道再也无法弥补我 只是一味地往我银行卡上打钱 我心安理得地收下 除了正常开支 我没有挥霍 等我毕业找到工作 就会把这张我们唯一联系的纽带还给他 此生互不相欠 开学当天 我带着王奶奶和为数不多的行李 高高兴兴奔赴火车站 奔赴属于我自己的新生活 形而不错 未来可期 我相信我会越来越好